ACO 我的老师他突然间打电话过来 他经常提示我 他有一次提示我 如果我女儿下个星期来公司工作 你会怎样告诉她 她未来几年的生涯规划是怎样 那我就想一想 我就做了一个program 而是扭转了保险公司 或者是香港保险业的学习文化 那已经是很多年前 这个是她早一两年前问我 她说你懂不懂得五种的外的语言 那当时其实外的语言有很多种的 但她突然间指定五种 我就开始没有 我说不是很清楚 那接着我就上网搜索 因为她知道我是做Essential Oil 那她说这五种的外的语言 就是对你 或者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吗 人生在过程中 很多时候都是要爱惜自己 爱惜别人 但是首先要懂得爱惜别人 首先我觉得需要爱惜自己 即是 You can't give out what you don't have 你里面都没有 怎会爱呢 你不懂去外 我听过外国一位哲学家所说 他好像叫Eric Fromm F-R-O-M-M 他说 他的英文说 Love is not something you can go and get 你不是可以去拿就拿到爱 他说If you want more love you must first become love 如果你真的想得到多些爱的话 你自己要成为爱 我想大家都会明白的 但是AC提醒我觉得 你家里有没有老人家 我们有老人家 他在新加坡 他就帮了一些我们这个年纪的人 去照顾一些七八十岁八九十岁的人 因为我们做保险业的人 大家都知道 去到2036年 听说 十个家庭里面 有九个家庭有一个超过八十岁的人 就是2036年我都分分钟 我自己都刚刚八十岁了 是不是 或者差不多了 这五种爱的语言的话 看一张图 是第一个叫Affirmation Affirmation 即是什么呢 其实你刚才做了的了 我说的时候你不停在那点头 肯定 这件事我正在学着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家里我妈妈其实是一个老了 她很喜欢讲话 但是她们有时候讲话就不是很厉害的 如果我想和她咬 不太好听 不太好听 最不应该讲的时候 她就不肯跟你讲 我都明白 有时候她等了一整天 才想和你讲这几句 她等了一整天 但是我刚刚就来做直播了 被她跟你讲 对 不要吵 其实呢 叫她不要吵 其实刚刚和她相反 那怎么能够做到Affirmation 无论对 或者不对 你能够点头 或者认同 我们现在一起好吗 好 点头 认同 这个就是第一种爱的语言 第二种呢 就真的要做给老人家 就是support 照顾 有些重的东西 他们拿不起 帮握手 有些高的换灯 那怎么换呢 你千万不要给她换灯 你试过了 我没有试过 但是我见到很多老人家 跌倒 一跌倒就很轮胀 就很麻烦 老人家是不能跌的 所以重的东西 高的东西就不要让他们搞 我没有东西跟妈妈咬 我跟她拗的都是安全的问题 吃东西的安全 总之用东西的安全 有时我妈妈拿着拐杖 拐杖拿着拐杖 拐杖拿着拐杖 他拿着拐杖 但拐杖就会吓 我爸爸也是这样的 你应该拐杖来做什么呢 第三个爱的语言 这里讲的就是quality time 就是优质时间 你都给了很多优质时间 你爸爸妈妈的 我又不敢说很多优质 都有的 他这里所讲的 举个例子就是 如果他们伤风感冒 或者是睡得不好 他小病的时候 如果他睡得懵懵懵懵 想要一杯水的 他一抹大眼 想大声喊的时候 他发觉你坐在床边 在看书的话 拿书去旁边看的话 就是quality time 很甜蜜 但是很多家人一起吃饭 你看你的手机 我看我的电视机 就在一起拿 就是 You are here but you are not here 你在到 不过你不在到 那就不是quality time 第四件事就是 要送礼物 这件事我要请教你了 你们没做很多小礼物 大礼物 你帮朋友买礼物 送礼物有什么心得 首先了解我送给那个人 平日的生活习惯 他喜欢的东西 因为其实你买东西给他 很多时候我自己也是 收了很多礼物 是我不喜欢的 哦 但是你又不能扔 是不是很惨 很多垃圾 所以我会想一些 如果我送给那个人 我希望他用得着 所以我们可以投其所好 譬如 爸爸妈妈 或者家人 你的另一半 去想一下他有什么需要 你是要细心一点 这样是很sweet的 你买下去 明白明白 刚才他这段这么短的说话里面 其实我听见了心字 听了很多次 所有都是要用心的 爱心 或者是爱 恨 怨 这些全部都是有个心字 是吧 用心去做 如果你用心去做 无论是煮一餐饭也好 现在不知你懂不懂 用脚筋也好 用脚筋也好 或者你去到外国 是特别搜寻一些他 讲过 但是他找不到的东西 我想有少少分享 我有去一个朋友家吃饭 你也认识的 William 他很sweet 为什么我这么说 我每一次去他家吃饭 我都会有一张 跟他一起拍的相片 是不同的 放在他的厅里 我会学到东西 到我爸爸来我家的时候 我还会放一些 他喜欢的食物 或者我跟他拍的相片 特意拿出来给他看 这些是 律师觉 听觉 音乐 就是五感 去令到对方 进入那个状态 这叫做rememberance 很开心 就是味道都有记忆 当然视觉有记忆 或者一些anchor 你拍到他那里 都是有记忆 William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很好 他是一个super super sales 好了 第一种是什么 affirmation 就是认同 肯定 点头 笑容 是的 同意都不同意 因为八十多岁他不会改变的 不如我们改变的 第二种是什么 我们要照顾 支持 是要照顾支持 重的东西 高的东西 危险的东西 第三种就是quality time 优质的时间 第四种就是用心给的礼物 刚才说第五种东西不讲 第五种东西是什么呢 互相要拿一些东西出来的 第五种东西是touch touch 即是其实呢 即是physical touch 你想想宠物 或者是男女之间的亲爱 或者甚至是爸爸和他儿子 老人家 就是你抱一下他 为什么呢 physical touch 尤其是在东方人 中国人的社会里面 是用得比较少的 嗯 即是外国人他们都会流行 five啊 hugging啊 等下抱一下 即是他们觉得呢 譬如你女孩子一起去shopping 你们会拖手 那你现在都有些 但是男孩子很少拖手的嘛 就算他想拖的话 他怕被人拖 其实现在有什么所谓 如果他两个男孩子 喜欢对方 他就没有他拖 我没什么所谓 我都不听 这个是他们个人的choice 但是touch 是因为我是做精油生意的 譬如这一瓶是我们用的 道入油 叫做fractionated coconut oil 这一瓶椰子油 其实呢 我知道你用很多 我一个月四支 你用四支 就讲一下你怎么用 这个touch 在道入的话 又很油润 但是又不油膩的 而且他道入了一些好的东西 如果你懂得和老人家 做了首部按摩 其实首部的脚板底下 很多穴位的 再加上他喜欢的某些 岩蘭草也好 银香也好 乳香也好 味道 也都是rememberance的一种 你没有油和按摩都喜欢 何况有 有些油 还有很多油 本身是有舒缓 甚至有些有疗效的 所以这五种的爱的语言 尤其是我在做大健康 和美容 和Oil 和你的spray有关系的东西 是physical touch 是很需要的 前面的四种都很重要的 大家多些的languages of love 是照顾你自己和家人 不只是老人家 小朋友寵物 一样需要爱苦 对不对 男女之间的话 你帮我按一下肩颈 我帮你按一下背 按一下按一下就很浪漫 今天就讲到这里 拜拜 好 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多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点用的话 我希望见到你的留言 点赞 或者分享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你订阅我们的频道 记得按这个subscribe 这个按钮 和旁边的小叮当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我们有新的内容 你第一时间会收到我们的通知 多谢你今天的收看 下次见 拜拜 拜拜